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喜欢在意一个人才会患得患失啊 反正我跟我老婆是这样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唐小柔 是是是 您不喜欢太太 谁说我不喜欢她了 是是是 您说的都对 莫总啊 您这样是要没老婆的呀 太太 有事 先生不好了 马志文来了家里 我头听到 太太要转给他一千万 什么 口说无凭 我要先看证据 我恨唐克星因而无信 所以宴会那晚 我特地找人跟着他 亲眼看见他把喝酒的墨迹城 扶回酒店 我找人买通酒店服务生 在坊间里装了摄像头 本来想拍点东西 要挟唐克星 没想到 让人根本什么都没发生 派了个寄我 小柔 小柔 视频我另有备份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要一千万 我看你在做梦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等一等 马志文他是来 怎么 你不舍得了 墨迹城 你胡说八道什么 可星说得没错 你果然和马志文有问题 我就不该相信你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 就算我和马志文有问题 和你有什么关系 别忘了 是你先和谭可星不清不楚 是我的错 我可不能心软 苍蝇不定无缝诞 你自己不出去浪河 却会出世 离婚协日说我已经签好了 你尽快就要给你点教训 让我见晓柔 晓柔会给我一千万 送你 陈秋大梦吧 墨迹城 都是你坏我好事 帮我黑墨迹城 我就帮你还一千万 一言 为定 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晓柔哥 终于见到你了 你让我好找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要你来对我女儿负责的 难不成 你还想使乱中气 晓柔哥 我知道你一定是受了某些人的挑唆 才不来见我的 我才懒得理你们这档子烂实 别走 对不起 我 可以别走了 我打死你个小美美男人的狐狸精 哎哟 这 老太太 您听我解释 谁给你们的脸来灯堂入室的 来人 给我轰走 晓柔哥 奶奶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闹出这么大事 我也懒得说你了 去 给我跪搓一半去 奶奶 还是 你想跪榴莲 她终于笑了 少爷 请 我可要多拍点 以备日后朝向墨迹城之用 唐晓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